大家好 我是夏韵芬 打房从敲山正虎一直到现在雷厉风行 到底有没有把价格打下来 到底有没有滥杀无辜 马上告诉你 好 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打房打得如火如荼的 政府所有的部门都动起来了 这一次的打房成效 我觉得鞠躬第一名 就是杨金龙总裁 果然是彭淮南总裁的接班人 他一出手就打得十分漂亮 打得十分的精准 而且就我的判读来讲的话 绝对没有滥杀无辜 但关键点在于价格有没有打下来 我们刚刚讲到了杨金龙总裁 非常的厉害 他本来是在央行的理监事会议之后 才会来发表谈话 但他硬是要提早一天 这目的是什么呢 出其不遇杀个措手不及 好 如果要打房的话 要从买方跟卖方一起来打 各打50大板 我们先来看看买方要打的是谁 第一个就是投资客 所以三个房子以上的人 的确是有被打到 因为你的信用被管制到了 你可能没有办法贷到款的 那么之前在有很多的媒体上面 有教大家一件事情说 你买房子 为了要规避房地合一税 所以你千万不要自己买 你应该怎么买呢 用公司户来买 用法人来买 这样子的交易之后 就不受到房地合一税的影响 就算你一年之后 你把房子卖了 你赚了钱 你顶多就缴营业税 真的有很多老师就开班授图 教大家用这一招 来规避房地合一税 结果呢 我们的杨金龙总裁也发现到了 所以用法人户 或者是用公司户来买房子 一律打 所以买方就打了投资户 也打了法人户 卖方要打谁呢 卖方要打的就是建商 好建商为什么过去我说过 建商打不得啊 因为建商跟银行的关系 非常的融洽 万一打得不好 打到银行 银行现在是非常散的 但杨金龙总裁 他是怎么打法呢 首先他的目标点 就是要切断 银行跟建商的链结 好怎么说呢 因为建商要买土地的时候 他先跟银行借钱了 他可以有土地融资贷款的 贷个八成 好我钱借出来我盖房子 我盖了100户 然后呢 50户呢 没有卖完的 又回到我的名下 我可以再跟银行借钱 把建商跟银行的链结 建商我是有钱的 所以我根本不怕 但是呢 我担心的是 中小型的建商撑不下去了 卖给大的建商 所以大的还是会很大 那另外呢 建商呢 过去有房子 再回到自己的名下的时候 又跟银行借钱了 所以风险都在银行端 这一次就把它切断了 所以切断这一点 对银行来讲是安全的 对于建商来讲的话 有打到痛点了 好这一次打房 有没有把价格打下来 我认为其实是有的 而且没有滥杀无辜 滥杀无辜是谁 第一个 如果你是首次购屋的 你有刚性需求的 你有换屋需求的 这些都没有打到你 另外呢 如果你很有钱的 也没有打到你 因为你是用现金在买房子 所以即使启动了 这个十年都不见的信用管制 因为这一次杨金龙总裁 的确启动了这个信用管制 但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影响的 但有一件事情呢 我认为这也是未来持续 要被关注的问题了 这一次的打房 我认为对于健全市场 其实是有帮助的 但是呢 我们的财政部长 对于囤房税这件事情 他的说法还是要研溢一两年 各位啊 都有在公司上班的一个经验 如果老板叫你提出一个方案 来解决事情 你说老板啊 你再给我一两年的时间 我来研溢看看 你看老板会不会放过你啊 所以囤房税到底什么时候会实行 我想是最后的杀手键 对于打房这样的一个政策 我们可以持续的看下去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在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赶快去订阅LiveToday的官方账号 你每天都会看到重要的新闻 当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 如果你错过了也没有关系 你到LiveToday当中 去找到理财的栏目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影片了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